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日本佛學院的學員 我的名字叫林優奇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一本故事是 世尊文集當中的千里之外的創建這一本書 其中裡面的一篇文章叫做《突然想看看》 那這本書裡面的故事是講說 世尊他曾經在學校信訪的時候也有過幾個女朋友 那突然之間有一天他就很想去看看 那他以前的女朋友現在是怎麼樣子 於是他就用了他修成的通力 去看他以前其中的一個女朋友 那這個女朋友的名字叫做《純純》 那他在禪令當中看見這個女朋友 嫁給了現在的名人議員 稱了議員的夫人 但是他現在的模樣就是變了 變得很臃腫 可是呢 因為他現在的身價呢 讓他成為了一個 一個 有名又有詩的 一元夫人 那世尊就想說 哇他現在有名又有詩 那就再去看看他的心靈修行境界 而且世尊一看他覺得他完全的失望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純純呢 現在呢幾乎每天呢 都圍繞在貴婦人的生活圈當中 除了這個以外 他的靈性方面修行是零 那世尊呢他就在禪令當中對著純純說 記得要修行 再不修就來不及了 他說 是不是說 名人是夢幻 金錢是夢幻 一切均是無所得 那麼我覺得 世尊的這篇故事當中告訴了我 就是 我們人啊 一生啊 接下來 都會經歷生老病死 那在我們周遭生活環境的所有東西 包括我們自己一定都會生住一面 那我們生在這裡 要求的就是那些 想要的都是那些 那麼總有一天 他也是就會像夢一樣 會不見 所以呢我覺得 求來求去 還不是總有一天都會不見 那要求什麼呢 我覺得求的就是 就是人的心靈方面吧 心靈方面的提升 那 我來佛宣讀事之後呢 我覺得佛法呢 就是一直在教育我們要修行 那真正的修行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修心吧 那修心怎麼修呢 就是要從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所有的行駐作業 開始去注意 慢慢的去提升 謝謝大家 我要留 докум 要浏一定 什麼 看下 oup